小琉球的好玩機店去過沒有? 今天帶你兩天玩小琉球 去小琉球第一步當然是要搭船啦 今天有搭的是大航運 這裡的優點就是 停車位超級多 而且還免費 另外這裡的船也都是新船 所以搭起來很舒服 而且是開到小琉球新的遊客中心 這裡冷氣很涼 環境也很舒適 還有免稅店可以逛 在這裡等船真的很舒服 再來當然是租機車啦 從遊客中心走一兩分鐘 就可以到這個小騎士機車 這裡的機車也是比較新的 騎起來很有力 再來去放行李 今天我住的是這間南海直座的民宿 這裡環境很舒適 還有小陽台 而且這裡是小琉球海拔最高的區域 所以從陽台就能看到整個小琉球的美景 覺得不夠高的話 去頂樓還能看得更清楚哦 放完行李先去吃午餐 今天我吃的是這間大頭上海餐 這邊有小琉球的特色料理 蜂巢 它的蜂巢是用蛋汁油炸做成的 配上他們的醬汁超級香醇 蝦子本身也非常新鮮 海瓜是160塊 這個份量我覺得還不錯 真的很好吃 但我最驚艷的還是這個 鬼頭刀炒飯 炒飯炒的粒粒分明外 鬼頭刀的味道融入炒飯 讓炒飯變得更鮮更香 才90塊一定要體驗看看 吃完飯就趕快去潛水啦 今天我來到流影潛水 這邊的教練人都很細心 下水城的解說都不滿屋 下水後還能看到一大堆海洋生物 尤其是綠溪龜 真的吃太療癒啦 再來就是去吃點小吃 來到小琉球 沒來這裡拍照 別說你來過啊 海龜沙長得超可愛 還蠻好吃的 建議大家分一分 不然會很占位 然後還有這間紐約柯炸雞 今天是平日 但是還是要等30分鐘 還好沒有白等 炸雞超級好吃 肉軟嫩到可以輕鬆骨肉分離 一定要吃吃看 最後晚餐我去吃這間 龜龜燒烤吃到飽 剩99的價格很對得其他的品質 鮮柯超級好吃 烤網跟火都很大 不用擔心烤太慢吃不飽 隔天第一站來到露林 這裡有超多梅花鹿 這裡不只提供導覽員講解外 還可以跟梅花鹿做餵食互動 這麼多梅花鹿圍到在你身邊 真的是要融化啦 接著本來是要去玩薩伯德 但是天氣實在太糟 預定的電感只能取消 所以我只能去附近的海灘 看其他人玩夠夠感應 希望下次還能玩到 因為時間還有剩 所以來到這一間小本愛玉 這裡的愛玉超級可愛 它是海龜形狀的 檸檬配黑糖水超級消暑 味道也很不錯 是一個很漂亮的打卡點喔 雖然有出點意外 但還是抱著滿意的心情 搭船回來啦 有想去小流頭的朋友 可以去太極光網看看 有沒有賣相關票券喔 都會比較便宜 趕快來看看